你家完全不像有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整洁 都是婆婆打扫的 这个是第一次拍到全身的时候 好清楚 现在已经太大了 小爱如果是再打下去 可能会脱水 因为输也是哭 然后赢也是哭 不敢看他眼睛 你不敢看他眼睛吗 比赛的时候 有一点 新人出来了 也许我就没有位置了 对 所以每次成绩一出来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 你这个药吃完之后 你可能就是世界第一美 怎么办 不可能愿意喝十杯 被誉为日本乒乓球天才少女的福元爱 出生在日本仙台 由于父母都是乒乓球爱好者 福元爱继承了父母对于哥哥的期望 走上了乒乓球职业道路 从幼年起便一次次刷新 日本乒乓球的历史记录 斩获众多比赛冠军 为提升竞技水平 福元爱曾多次在华参加集训或比赛 父母还给他聘请了来自中国的私人教练 2000年后 12岁的福元爱便独自踏上中国 进行各种身体素质的训练 在最残酷的环境里挑战自己 2005年时 17岁的福元爱正式加盟辽宁本钢俱乐部 与王楠郭月一起征战中国拼超联赛 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他谦虚低调 可爱呆萌的个性 为他在中国也赢得了不少关注 因为在日本你是每个阶段都突破那阶段的第一 但当你到中国就更大的环境和市场当中 你突然发现 可能有很多年轻的选手跟你一样好 或者还有人比你还好 那个瞬间对你来说 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有沮丧的那种感觉 没有 没有 就觉得想学习 人家比我好的话 一定有能学习的地方嘛 所以我尽量去学人家好的地方 然后帮助自己的进步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和积极的那样的一个孩子 然后再加上可能你妈妈一直以来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引导 我在想 我是对某些事情很悲观 比如说哪些事情很悲观 就是比赛前如果第一场输掉怎么办啊什么的 就是准备的是每次的准备是最不好的准备 这样的话自己做好的时候很开心 运动员都应该是这样准备的吧 嗯 不是 不是 有的运动员是非常有自信 可能像王楠 张一宁他们这样的是不太需要做第二手准备的 就是一定要拿冠军 除了我以外 对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路 对对对 除了我以外谁能拿冠军呢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个手册 手册 手册 说我要买 你帮我挑我扫 你挑我扫 我怕我交往以后在日本会说中文的人 可能变成东北温人 变成东北温人 我应该说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 如果说真的的话感觉像真的假话 但是我说假的呢 真的头话 不是假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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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日本选手福元爱 同韩国选手文炫经决胜局的最后一个球 是 不小的 有两种 在运动场上能够做一个特别尽情的能宣泄自己情绪的人 就是我打球真的输了 我就是哭了 很正常的 然后赢的话我也有可能哭 但你的泪点的确比一般人更好 李月奥运的时候 好像是 哪个记者我忘了 上面写小爱如果是再打下去 可能会脱水 他指的你不是脱水 是哭的脱水 因为输也是哭 我知道你从三岁九月开始一直以来的 就是像你的一个标记一样的 对 运动员 在打球的时候不能期许太大 如果是太大的话会影响到球上 所以 打完那最后一颗球的时候 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打球到现在 你觉得你一直是过得 一个挺开心的一个人吗 有的时候很讨厌乒乓球 因为 打不出来成绩啊什么的 就是 很 头痛 但是 退到退那天 我还是不会 真的不喜欢他 所以能跟 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那么久 还可以赚到钱 真的是很幸福 也是算是快乐的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成绩 算是成绩啊 我去那个 玩男 男姐的家 都是金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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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如果是有男姐那样的成绩的话 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对你来说 只有打到像 邓雅萍那样的 对 王楠那样的 张一鸣那样的 对 才是成绩 如果是好 真的是好成绩的话 你算是好身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吗 其实不是 如果是那个心有更多的话 可能打得更好 对 你这么一说 我会觉得你的眼中有一些 我看到其他的所谓 乒乓大魔王眼中 就眼神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有一种更加锐利 更加专注 对 会能够吓到对手的那个东西 对 对 以前就是很多人说我 小爱就缺一个杀气 对 后期教练就让我喊起来 对 你说你的杀气 我从邓雅萍眼中是能够感受得到 对 张一鸣 对 张一鸣其实很近的一个 对 我们说像老干部那样 但他的眼神当中 一在球场上 绝对有 不敢看他眼睛这样 你不敢看他眼睛吗 比赛的时候 好像 就是冷冷的感觉 现在突然比较着急 打不死 完了我就想 就想上手 结果打得比较着急 让了一分 现在1.9 他下来是不是那样的人 对 对 但是在球上是有一点 冰块做的人那样的感觉 没有什么感情 没有什么紧张那样的 对很理性的感觉 没有多少人都像你这样 就是赢球输球 大家都会鼓励你 对 有的时候我也很怀疑 因为我又不是像就是中国队那样的很棒很棒的成绩 但是很多人一直支持我 然后很多人会喜欢我 我只能说是 我真的是很幸运 你知道很多的运动员或者很多公众人物吧 其实一直以来 会伴随着有很多人给他的鼓励支持赞扬 但同时也会有很多的那种批评的声音 指责的声音 理性或者不理性都会有 你可能一直比较幸运 爱你的人特别多 但是也还是会有反面的那种负面的声音 那种声音某些时候有没有困扰过你 让你觉得挺难过的 我可能想的比较开吧 没有很在意过 喜欢我的人这么多 为什么对那些人 为了那些人自己一直都 就是很伤心很难过 可能是他们过得更好 对如果是我本人 难过吃不下饭睡不着的话 他们就愿意这样啊 愿意让我变成这样才会写上去 但很多时候这样的去不理性的声音不可怕 它可怕的在于 它某些时候会让我们失去对自己的专业的判断 会让自己会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那样不够好 那我没有完全不会在意 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声音 就用球来证明自己就可以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声音的话 说明我打的还是不够好 希望就是自己打出来成绩之后 能让他们闭嘴 人家完全不像有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整洁 没有绝续 都是那个都是婆婆打扫的 这个是第一次拍到全身的时候 哇好清楚 现在已经太大了 阿姨 阿姨 嗨 嗨 嗨 十年出来了也许我就没有位置了 对所以每次成绩一出来 出来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你这个药吃完之后 你可能就是世界第一美 怎么办 我可能愿意喝十杯吧 哈哈哈 在福渊爱经历的四季奥运会中 她曾收获2012年伦敦奥运女拼团体银牌 和2016年里约奥运女拼团体铜牌 即单打第四的个人最好成绩 正当外界还在期待她的2020 东京奥运亮相之时 不曾想30岁的福渊爱就此转身宣告退役 结束了27年的乒乓职业生涯 第一次有这个念头 可能会吓到一下自己那是什么时候 我其实每次奥运打完之后 我都会想一下 不可能从雅典就开始想 有 那时候你才多小 15岁 奥运是对运队员来说是 尤其是乒乓球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试结束 对 也是算最大的目标 然后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参加奥运 15岁的时候参加上奥运之后 我就想 因为四年才一次 所以我这个四年里面有可能 就是上一届奥运 我的实力不够有可能 或者我受伤也非常有可能 所以每次成绩一出来的时候 我都很害怕很紧张 就怕有一天大家会说 小二已经不行了 所以14岁的时候 我进了视频赛前八 那个时候就开始紧张 如果是下一次吃锦赛没有打好怎么办 会不会大家很失望 所以算是就是雅典的时候也稍微想了一下 然后北京奥运的时候也是 那个时候觉得是我已经付出了 但是当代也是团体也是没有拿到奖牌 我应该是跟奖牌没有缘分 我觉得是不是再努力也没有什么用 后来在伦敦拿到奖牌之后 才知道就是在北京前付出的是不算是什么 所以你觉得从零八年到一二年那四年 对 是比之前的付出要再更多 更多更多 对 以前是当然是想打出来成绩 然后想拿奖牌 有这样的心 但跟前面的八年比起来的话 那个四年真的是没办法比 所以一二年之后又想了一下 一二年因为拿到奖牌了 在奥运上拿牌是也是一个最大的目标 也是算梦想 觉得我的梦想成了 然后也拿了全日本的冠军 然后我的肘又不好 那个时候还要开刀 再做手术 所以那个时候还想过 就很对不起 就是之前支持我的人 跟就是过去努力过的自己 对 所以还是继续 冥冥之中还有一种你的本能 其实你知道自己还没有到那个 完全停下来的时候 对 打完伦敦之后 如果是直接退的话 我后面的路什么的都没有铺好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嗯 然后也做手术了 那就是刚开始是也有点想挑战一下自己吧 就是又做手术 想试试我能打到什么样 对 然后就打一打打一打 我还是很爱打乒乓球 你的这个手术的那种重要和关键性的程度 包括它的风险 你也是愿意承受的 对 因为那个之前 那个伦敦奥运之前 我已经打了一年半的那个封闭 封闭 对 一直一个月打一次 一直打 一直打 如果是不打的话 没办法就是正手短球啊 反手长球 就是主要是伸直的动作 我都没办法做 所以我还是最后决定做手术 运动员真的我觉得很让人钦佩 让人心疼的一些人 我记得我前年吧 采访张继科 嗯 他有时候也受伤啊 我当时问他 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说2020东京奥运会 你肯定冠军 嗯 百分之一百 但是前提是 让你拿可能十年的健康 或者什么去换 嗯 我愿意吗 想都不想说愿意 嗯 我说每个运动员都会这样吗 他说每个运动员都会这样 嗯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跟女明星说 你这个药吃完之后 你可能早死20年30年 但是能得到 嗯 就是世界第一美 怎么办 我这美是一辈子都这样的 对对对 我觉得大家全部都喝 就是有点像这样 所以张继科说的 我也非常懂 但我现在结婚了 自己有宝宝了 哦 当然这个节目 所以人生已经开始新的篇章了 所以做运动员那个时候 陈健兰人的习150年 的话会 一定会 我可能愿意喝十杯 喜欢 这个是给女儿的 真的吗 对 他现在还不会玩 然后这个是给单伟出生的宝宝的 她已经好大了呀 我怎么觉得她个子好高啊 她已经九十几公分了吧 对 已经超我一半了 亮晶晶 很亮的 你看 亮晶晶 她小女孩都是这样 我去做香蕉牛奶给你喝好不好 打球 打球 这么大的球拍啊 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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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出道比你早 妈咪交给你的 香蕉牛奶不是每次都你做吗 这是你吃还是宝宝吃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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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喝 你也想喝 那有点少吧 对啊 香蕉有点少 打球 吃掉 这个是 这个是迪迪的 这个是第一次拍到全身的时候 好清楚 现在已经太大了 只能倒到头发 这个是刚生下来多久啊 应该是三个月左右吧 两三个月 她还不会这样滚的时候 只能躺着的时候 谢谢 小朋友还够吗 这边有够 你拿走吗 嗯 哎哟 你好干净啊 对啊 你们家完全不像有一个孩子 还有一个孩子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因为很整洁 都是那个 都是婆婆打草的 好厉害 你婆婆很厉害 都会帮我 还有一个大家都要回答的问题 我来 没事 你一边喝一边那什么 帮助你更好了解你的老婆 没有 就每个嘉宾都要回答 那太好了 如果你可以和过去的自己对话的话 你会不会让他成为现在的自己 应该会 应该会 我觉得我的人缘真的非常的 就是好 很幸运 所以如果是能 还是一样能遇到一样的人 然后我还会选择这条路 OK 对啊 如果 没有过去的路 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 有所改变的话 可能就碰不到你 所以过去的一切不能 不能改变 不能错过 OK 那你最感恩哪个时期的自己 或者哪个时期的哪个人 哪件事情 如果是打球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我最感谢 就是圆姐 我教练 然后 退役过后的话 应该是我老公 OK 什么意思 你嘴巴旁边要相交 你会上网搜自己的新闻吗 以前不会 现在是现在会 为什么呢 对以前的话 我觉得我是只有 就是运动员的形象而已 但是现在是我 就是想做很多事情 所以就是 如果是我在记者会上 我想自己表达的事情 跟媒体们 就是感觉到的是不一样的话 有差异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希望获得一些 正确的反馈跟信息 好 那你最难改变的习惯是什么 最难改变 赖床吧 他们不是说怀孕的时候 不太容易睡觉吗 很容易就醒的吗 我很容易 睡着 我觉得我们家床上有魔力 他没有赖床的习惯吗 他没有 他真的是 他太夸张了 他是早上起来之后 一点点都没有 就是那样的起床 起一点都没有 就是一起床 就可以唱 可以去唱歌那样的感觉 对 我也很怕碰到这样的人 就一起来 能量值就这么嗨的人 嗨 来咱们再看下一个 那你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 你要 要这个 OK 给你 那你现在有没有长期的目标 如果是我个人的 真的是个人的目标的话 我想我的中文好好学习一下 OK 对 因为我还不太会写 但你说已经很好了 但如果是很难的 很复杂的话 我还是成语什么的 还是不太行 小杰你呢 你有什么个人的计划 我梦想是可以当一个好的教练 他很适合 是吗 生他的时候就跟教练一样 在旁边 就像电视里面 像电视人家 呼吸 呼吸 是这样吗 他说 你用错力量了 不是那个力量 你再往肚子的下面用力一点 就有点像打球那个感觉 你就憋气 不要一直那个头那边用力 他就超级冷静 你是去上过课吗 还是 没有 那你怎么会知道哪里用力呢 应该说就是要生产前 都会有本书可以看 你看书就能学会这些 对 然后我看他在产房上面台上 就是用力全是这 然后就全脸脏红 眼睛都变红了 我说你不能用头用力 你不要用腹部 在做核心一样 跟打球一样 然后就教他 你说的理论都很对 但时间起来是不是很难 对 他也说他一边那个录 用手机录 很冷静的时候 我真的很适合当教练 你关于口音问题 你最拿手的是 除了东北口音以外 还有什么口音 口音如果是跟他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 有一点点台湾的那个 如果是我跟教练在一起的话 我的东北味真的很浓 小姐都听不懂 有东北口音你听不懂吗 他讲快一点的话 我是完全听不懂 最近什么东北话比较流行 来了老弟 是这么说吗 我真的是好久没有跟东北人一起混 那你要跟人聊的话 立刻就出来了 对 带跑 马上被带跑 拥有绚烂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绚烂的那个机会的 从绚烂回归平凡 这个需要更加巨大的努力 智慧和运气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平安落地的 他那口气足够他成为一个很好的运动员 也足够他能够很安全地回归我们该有的那个生活 那我觉得福渊爱可能真的是他的名字起得很好 就福渊可能这信就很好 我觉得是个有福气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